好在台湾这个选举对我们来讲已经就不稀奇了 但是对于大陆民众来讲的确是一个新鲜的经验 在微博上呢引发了大陆网友热烈的讨论 还有人发起了预测当选的这个投票活动 这个隔岸观战呢看起来相当有乐趣 相较于大陆民众的热情 大陆官方媒体对于这次台湾的大选则是一致选择冷处理 台湾总统大选倒数大陆媒体也关切 各大入口网站纷纷制作专题 马菜送的政策广告辩论会上的表现 大陆网民也都同步掌握 而敏感的总统两个字 大喇喇的成为入口网站介绍马菜两人成长照片的标题 大陆网友虽然只能隔岸观火 却有人在微博上发起总统大选谁胜出的投票预测 显示大陆网民对于这场选举的关心 而大陆媒体人自然也没缺席 央视当家主播张全霖最新一条微博就在谈论台湾大选 他问台湾朋友回去要投给谁 结果朋友说要投给宋楚瑜 就是为了要给马英九一个教训 国民党民进党争论不休 是否承认九二共识成为焦点 何为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对两岸意味着什么 相较于大陆网站封台湾群举 大陆的官方媒体则显得低调 据台湾媒体报道 马英九12号早上举行国际记者会 回顾了2008年上任以来 经济及两岸关系方面的政绩 除了简单报道马总统的选举行程 只琢磨在九二共识的讨论上 避免了浓浓的烟消味 对于台湾人民每四年当家做主的民主 也有大陆网友感慨说 每一票都是百姓新生 不知何时可以拥有自己的一票 中天期问白天鱼综合报道